江不齐也的石头、五金和铜器拼凑成一件件作品 从小受木匠复兴讨的艺术家林郑章 日前在郭子舅音乐文化馆的寺馆 展出了林郑章2023同行系列艺术创作展 带来20多件疫情以来全新创作 即日起展出到6月19号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江简石的石头、五金零件、建材和日常旧物 透过水电和木作技术 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 各自拼凑成一件件有趣的复合装置艺术 从小受木匠父亲耳濡目染 而接触木作的艺术家林郑章 日前在郭子舅音乐文化馆寺馆的旧像故事馆 带来林郑章2023同行系列艺术创作展 因为花园最多的就是石头 还有一些飘了木的部分 我本身还有一些收集一些下脚料 一些拆除下来的一些脚料 然后去做一个表达 像铜管之类的也是一样 就是冷气机的 还有一些就是锅碗瓢盆也都有用到 我只是一个花园人 把花园的一些小东西带到一个空间来 也感谢大家今天有这个机会 让我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疫情前常与好友并肩同行缩溪彩石 这次展出20多件疫情以来的全新创作 作为疫情后首场各展的主题 财团法人华联县郭子旧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周更利表示 林郑章2019年8月曾在同场开展 作品广受观众喜爱 如今疫情解封 随着音乐文化馆重新开馆 也期盼透过各展 陆续为场馆注入活水新元素 接着讲邦彦华联系报导